接下來我們想要介紹這個平均會計收益法 但是在講這個之前把它做個補充 就是說我們上次所提到的回收局限法 它其實在這個過程中它還有一個是 把回收局限法原本的現金流量 它在用現金的折現概念 就是把未來發生的現金流量再折現回來 然後再去判斷說 你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你會接受它 那這樣的優點只是說把現金流量的限值 時間價值給考慮進來 不過我覺得這是多次依據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想要把時間的限金流量考慮進來的話 那你打不如就用經線執法 只是說你要注意一下這個年限而已 所以說這個基本上來講 就是說進線執法還有折現期限法 或者是你把時間價值給加進來 這其實就是你自己要做一個主客觀的一個判斷 再來就是平均會計收益法 所以說我們要有一個預設的投資報酬率 也就是說依照這個準則 我們的報酬率高於它的話就可以接受了 但這個方法我坦白來說我不是太建議 可是很多公司也是滿喜歡用的 那我只能說這是因為基本上它是用現有的財務報表上的資訊 然後來做一些判斷 那這個是隨手可得 所以基本上它也是滿受到歡迎的 那它基本上的精神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要將投資計畫的平均盡力 你任何一個計畫你都會有一些盡力的產生 所以為了在未來幾年 那你是把這些盡力做一個平均值 然後除以你的平均的投資額 就是你花多少時間 你花多少錢去投資它 那你創造出來的獲利是多少 那是基本上這就好像是報酬的概念 那基本上就是將平均的精力去除以 投資期間它所需要的平均的投資額 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很簡單 very straightforward 那如果說AAR就是Accounting Average Return 就是平均會計收益法 大於預設的報酬率我們就可以去執行 那我們現在稍微簡單看一個計畫 如果有一個投資方案 其初它需要大概6000萬 未來6年的盡力如下表 那你如果是你自己要預估你的計畫 你這個是你要有一個預估的 那公司預設的帳面報酬率是35% 那你的35%是怎麼來的 其實你也要去做一些 我們英文在講的justify 你以什麼樣的一個基礎 你去取得這個35% 為什麼不是30%或40% 那公司採折舊的直線法 那你可以看 它一到三年經歷是2000 第四年是1600 第五年是0 第六年是-400 所以你只要把它整個平均起來 所以大概是 平均的經歷是1200萬 以這個例子來看 那平均的投資的額度呢 你可以看喔 它的基本上 投資額第一年是6000萬 那每一年遞減1000萬 因為直線折舊 所以一直到第六年的年末它會降為0 所以這邊總共會有7個 因為一開始是6000 那第一年末變5000 第二年末變4000 一直照這個下去 所以基本上你感覺上是6年 可是它整個期間的話 它是涵蓋7 7年這樣的一個時間點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投資額是從第0期開始算的 而不是從第一期的期末 所以要除以7 而非除以6 所以你把6000、5000、4000、3000、2000、2000 這樣加0 去除以7的話 就會拉在3000萬 那1200萬是你的平均經歷 3000萬是你的平均投資額 所以Overall來看 以這樣的一個基礎來看 它的報酬是40% 那你的Benchmark 你的Proxy是35% 那所以想當難的 這個大概就是可以去接受 不過我比較不建議是因為 這些都是根據會計的基礎 那會計基本上看的不是現金流 它是英語 所以我覺得應該會有一些誤差的 但是因為它方便使用 因為這些資訊其實都是可以隨手拿到的 所以有一些trade off在裡面 那平均收益法它的 會計收益法它的缺點是什麼 就是它用的是最後英語 而不是真實的現金流量 這我一直在強調 財務管理跟會計 一個很大的一個不同 是財務管理講的就是現金流量 會計講的才是一個英語的概念 這是滿大的不一樣 以財務的人的角度來看 我當然是重視的是現金流 現金流出問題的話 公司才會有周轉不靈的問題 那它沒有考慮到貨幣的時間價值 以剛剛我們講的那個例子來講 你有看到我考慮到貨幣時間價值嗎 貨幣時間價值就是說 你用把未來的你認為的一個經歷 還有現金流的折現 但是剛剛那個例子其實都沒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預設的報酬率也沒有依據 這有一點好像跟那個回收期間一樣 你為什麼要取兩年 為什麼不取2.5 那你剛剛那個例子是35 雖然是舉例啦 不過35 你實際上要用這個方法 你一定要有一個benchmark去做比較 那你比這個好你才接受 那你那個benchmark 比如說以這個例子是35%的話 那你就要告訴公司內部或是相關的人說 你這個35是怎麼樣來的 或者基本上來講是沒有意義的 那再來就是一個內部報酬率法 那英文叫做internal rate of return 為什麼這個的方式啊 比較受到市場上的認可 所謂認可並不是說它方式特別好 主要是因為它講來主要是來講一個報酬率的一個觀念 也就是說它講的是一個return 那你怎麼樣去跟對方communicate 你怎麼樣跟你的老闆做這樣的報告 那你怎麼樣跟對方 如果他沒有財經的背景的話 其實你講報酬的話 他是最容易懂 換句話講 你跟他講說我這個計畫案有10%的報酬 我相信每個人都應該懂 也就是說你投資10塊 你會拿回1塊獲利的一個return 可是你如果說想講剛剛那個什麼淨獻執法 或者是其他的 你看淨獻執法 你要他把未來的現金流向折現回來 你單單要跟他說服 或是講清楚他的折現率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你就一個頭兩個大 你要花一些時間 我上課的經驗告訴我 坦白講也是這樣子 我常常在上課都是接觸這個企業界來的人 你有時候跟他溝通這個 他一開始也是接觸度可能也沒那麼大 因為他可能是工程師的背景 或是什麼生技業或其他的 可是你慢慢慢慢的講的話 他才慢慢可以聽懂那個淨獻執 但是如果你想內部報酬率 這就很明白了 你這個計畫案的 實際的投資大概是多少 那沒有人不懂 所以他是easy to communicate 好 那就是找出一個內部報酬率 我們要使得什麼樣 這個該投資計畫的淨獻值剛好等於0 那這個有時候可能 有些人會搞不太清楚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給我 我跟你說 你今天給我100萬 明年這個時候 我還給你110萬 那你的 我如果說你的報酬是10%的話 那你看喔 你110 你把這個折現 用10%的利率去做折現 也就是說你的報酬是10%的意思 那你扣掉你給我的這個100萬的話 剛好淨獻值是0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代表這是你的報酬 你給我這個100萬 我明年還給你110的時候 這個10%就是你的報酬 那這個10%就是剛好 會讓你的淨獻值是等於0 所以淨獻值是等於0 並不是說沒有報酬 只是說它是內部的一個報酬 最低的一個內部的報酬是多少 那如果報酬率大於折現率 那就可以投資之行 你可以回去回想我們之前講那個 鏡線值它有一個profile 有一個圖 它隨著這個折現率 是不是逐漸的往下走 如果大家還有影響的話 那它跟那個X軸 切在那頂的時候 其實就是NPV等於0 那個其實就是折現率 那什麼叫做 那個其實就是內部報酬率 那折現率的小於0 就是如果你的折現率是小於你的 這個內部報酬率 這代表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你這個計畫案 它內部所能夠帶給你的報酬 是遠大於市場上能夠提供的 換句話講 如果你把錢去借給別人 你當然是希望用比較高的利益去借給別人 所以換句話講 你的內部報酬率 就高於你在市場上 你可以去借給其他人的一個報酬 那當然你就是會想去接受它 那我講的是投資型的一種計畫 什麼叫投資型的計畫 就是一開始它是負的 然後現金流量之後是正的 我們要投資的話 我們一定要先付出 不管你在投資股票市場 你投資房地產 你這個錢都是要先付出的 所以以現金流量來看的話 它是負的 那之後你才會回收 那這是屬於投資型的 那另外一種是融資型的 我先跟大家講 融資型就是 什麼叫融資型 其實像借錢 借這個房貸也有一點像 你借房貸的話 它先給你一筆錢 那它之後呢 你要去付這個 房貸的一個 付款額度 payment 所以就是一個付的 所以這種是融資型的 那將來我也會提到 如果是投資型跟融資型 你的準則判斷是不一樣 那我們目前來講 我們訴求現在是投資型的 那內部報酬率的公司就是這樣子 其實它跟進限值是一樣 只是說它讓進限值等於0 那這個有個好處 我在計算的過程中 其實你完全都不需要任何資本市場所提供的一個資訊 你只要根據公司最初的現金流量 就可以去計算出公司的內部報酬率 其實這個公司就讓它知道 我投入多少 我未來產生的現金流量是多少 那我要折現回來 要讓它等於0 那這個就是我的內部報酬率 至少我要Promise有一個return 那這樣子的話 大概是算出來我們就是一個內部報酬率 什麼資訊都不需要 相對來講是簡單的 那你可以看喔 假設有一個兩個期 兩期的一個投資方案 期初我們需要投入2000元 那期初去投入 所以這個2000元應該是付的 所以你就可以判斷 這個其實是一個投資型態的一個計畫案 之後第一期會有一千塊的現金 第二期會有2000塊的現金流入 那這個計畫的內部報酬率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這邊公司寫 我NPV等於這個負的2000 加上你1000 除上一價IR 把時間價值給考慮進來 這是第一期的 那第二期呢 就是2000嘛 去除以你的什麼 一價你要折現於這個 內部報酬率的平方 因為兩年嘛 那等它等於0 那我們算出來 以這個結果是28.1 換句話講 就是你投入這個計畫 那兩年之後 第一年收到1000元 那第二年收到2000元的話 基本上這個內部所提供的 給你的一個報酬 大概就是28.1 那你可以看這裡喔 這裡是一個NPV的一個profile 也就是說它這個 鏡線值的一個圖啊 你可以看 如果你的折現率是小於你的28.1 換句話講 28.1就是你的內部報酬率 那如果你的折現率小於28.1的話 你要怎麼去解讀它 就是說你這個計畫案 所提供給你的報酬 可是遠大於怎麼樣 這個 你要投資這個計畫案的 資金的其他的機會成果 換句話講 你這個報酬是比其他高的 那當然你會接受它 這是很清楚的 所以那你 如果你看喔 如果你的折現率大於28.1 那你看這邊的鏡線值就是負的 那你怎麼去解讀它 大於28.1去負的 就是說我這個計畫案 可以提供給我28.1 可是市場上可以提供你的一個計畫 相同的風險的話 比28.1要大 所以你這個計畫案 根本就不值得去執行嘛 所以你的NPV才會是負的 所以這個內部報酬率啊 它是可以讓你去判斷就是說 它跟一個折現率來比 那我們現在所講的是一個投資型的方案 那投資型的方案就是 我的折現率如果小於 我的內部報酬率的話 那我基本上有這個圖在看 它就是一個證 我就可以接受它 那反之它是負的 我就把它拒絕 這是一個 一個概念需要去了解的 那內部報酬率法 它其實有一些缺點的 在內部報酬率在下面的情況之下 我們將會沒有辦法做正確的判斷 包括到底是投資還是融資 這我跟各位在之前就剛剛就分享過了 投資型態是一開始是負的 然後它會來的現金變成一個證 那融資類的融資就是我先借的意思 那借的話這個錢就先進來 那之後你再把這個錢要慢慢去還 所以你說你第一個要釐清 你今天所面臨的這個投資 它到底是屬於融資型態 還是屬於這個投資型態 那我剛剛取的例子是投資型態 那你就要知道說 投資型態的折限率 一定要小於你的內部報酬率 這樣子你才會去接受它這個方案 那還有多重報酬率 就是說你要這樣子現金流量 那你去看出它等於零的時候的 這個內部報酬率 可是有時候 因為你這樣子去把它找出來的話 它的IR 它的內部報酬率有時候可能不止一個 甚至可能會有兩個 那比較簡單的判斷是 我們在課堂上教那些大學生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如果你看到這個現金流量的改變這個 就是它那個證到負到證 改變出現一次以上 就大概就是會有 比如說出現兩次就是有兩個IR 那兩個IR你要怎麼去做判斷 如果是投資型的 所以這個可能也要再 在比較細項去看一下 那它還會遇到規模上的問題 還有是會遇到時間點上的問題 這個規模上的問題就是 其實你用IR它沒有去考慮到 你一開始投資的這個規模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是也是要去謹慎的一個地方 不是說你IR越大就可以去接受它 有時候你可能要去了解一下 它一開始投資的這個規模的大小 這個我們後續會提到 我現在是先做一個介紹 那還有10點的問題 這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投資的這個方案 它可能是現金流量進來 那比如說你兩個方案 可是你兩個方案先流量進來的程序 時間點也不一樣 有時候可能它一開始比較多 後來比較少 那有時候是一開始比較少 後來比較多 那這可能就是會去影響 你要去IR 要去使用的判斷方法的 那這邊是先提到 那之後我們再一個一個一個 慢慢來敘述它 好